咱们都知道大耳朵这英雄啊 前期特别特别的强势 对吧 我演像那种啊 玩的比较好的大耳朵 他就会利用大耳朵前期 强势这一点 去干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一般的法师啊 你前期看野圈 顶多就能看看 对面到底是拿开还是不开 但是大耳朵不一样 他可以光明正大 把你这红buff给拿了 我把红buff拿了 这猴子可能还在那里 咋拿buff呢 哎呦猴子怎么来了 那猴子你没了 我的佛陆火连 被米莱迪的兵给挡掉了 不然这猴子 现在就已经死掉了 大哥 你打我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我后走 小心傻大哥 一个二技能好了 拜拜 哎呦 现在先不急 还没打完了 因为这法师还在 现在这法师 想逃命的话 他肯定只能去伊塔的 容我看看 我能不能堵他 哎 啊 完了 这驴布巴士要被反杀 没事有我 拜拜 好 咱们前期的优势 就这么打出来了 再加上猴子 本来就是个中后期 这样的话 咱们前期顺风 基本上就是个必然的事情 接下来咱们走一步 看一步 因为我知道猴子是男 哎 不是啊 那家好像有个猴子 过来看能不能抓猴子 对这波兵线是有想法的 哎呦 哎呦 好了 这些猴子是彻底玩了 先不着急回家 这么点难挑 应该是够的 还能放一套技能 你还在那里蹲草 完了 我没难了 哥们 哎哎哎 一技能有了 现在咱们算时间 恰好两分钟 就在中路晃游 知道吧 先别回去 因为这个时间点猴子的男buff 又刷新了 知道吧 千万千万不能回去 要不然咱们这男buff 就要被猴子给偷掉了 来猴子再打对吧 既然先不能接 要等我一个元气蛋 要不然这男buff 去的也是白去 不过要是能蹲到法师的话 这男buff不要也罢 哎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哎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下我就可以安心回家了 因为实在是没事干 边走边看队友的动向 发现这里啊 米莱迪又来了 我闪现 哦呦 好干 咱们有话好好说 别打了 别打了 要被打死了 对哦 我现在才发现 对面有个小名叫忘谈 这两个组合还是比较强势的 要重点照顾一下 你们两个 也真的是 九个二 你们两个进野区啊 不过说实在的 我感觉我要不来 他们俩这野区 还就真被他们给禁了 我中塔好像要没了 没事 因为有米莱迪这种英雄 我中塔本来也没打算要 是吧 我说了要重点照顾一下旺财 因为我要跑得快的鞋子 所以我觉得我时间应该是够的 恰好能在这里躲着他 有这小东西啊 哎呦 没事 那你拍一下哥们 完了 被旺财把我二技能给堵了 没事 至少一换一也不亏 让我来看看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中诺 来这里堵一个应该是能蹲的 另外有人要来吗 哎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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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米莱迪没闪现哥们 别接我有办法 他要吃这血泡的 哦呦 完了 这样一个我闪现不就白费了 现在让我去别的地方等一等他 那个米莱迪估计是不会走的 因为还有一个核冰线在这里 波姐蹲好啊 毕竟我现在记得没好 哎呦 傻大哥啊 什么个意思啊 想办法堵一个 中诺现在是不需要我的 因为中诺这里肯定已经打不起来了 这边是怂了的 所以我可以来这里等一等 旺财刚刚才复活 他复活肯定要找尽力吃啊 他发现来去啥都没有 那么等一下很有可能 旺财要来红buff这里吃小野 果然没餐做雷了 哎呀哎呀 这小明怎么老是走他前面呀 我服了 不过好在咱们这把前期的优势足够大 现在只靠一个旺财跟个小明 也是努力回天啊 你打的时候啊 不要管到底打不打的死人 把技能往前放 就是要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 懂吧 那么好 现在咱们直接一波了 不过在此之前先等一等 我才现在还有三秒复活 那么我知道你 一二三来了 小东西啊 我总算蹲死你一次了吧 我总算蹲死你一次